留下你把你也也都摇在一起 从未有你从此变得精彩幼稚 我那什么时候我爱你 I'm ready又是我勇气 就一起在一起 一部电影 一张专辑 一名角色 一首歌 幕后的努力 成就幕前的亮丽 带你用不同的观点 探索人物与作品背后的故事 幕前幕后 偷偷看 欢迎收听幕前幕后偷偷看 我是Toto 我一直相信呢 除了艺人本身的特质跟才华外 要成就一位受欢迎的艺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 就是全力支持的粉丝 前几次呢 只要播出跟网络剧 History 4 近距离爱上你主演有相关的介绍 或是他们推荐的OS 当周节目播出的这个电台APP呢 留言呢就会被灌爆 尤其是涂善存粉丝 他们的留言 当涂善存推出了个人的创作歌曲之后呢 善存的粉丝们呢 总是不停地留言 要我访问他 因为呢 戏剧跟电影呢 我也曾经访问过善存 那当然这次也希望 把善存多个面向呢 再让大家多看到一些 这次呢 就让我好好介绍 创作歌手涂善存 也透过不同人的小爆料小故事 以你不知道的涂善存二三世为主题 让大家认识更多 这位未来精彩可奇的大男孩 今天呢 要进行的单元是 偷偷看幕后 今天呢 我要访问创作歌手涂善存 涂善存呢 是目前幕后 偷偷看节目的常客 那因为我很看好他 所以呢 只要有他的作品呢 我都很欢迎呢 他到节目中来分享 而他在电影 电视剧上的表现呢 当然也越来越被大家看见 今天很特别 我邀请呢 善存来 是因为他又多了一个 创作歌手的身份 当然呢 最近呢 他也上了不少访问 今天呢 我就想要来点不一样的 要让大家多知道 善存的小秘密 我想呢 他应该会有点紧张 不知道谁会爆他的料 就让我们先来欢迎 涂善存 欢迎善存 哈喽 透透姐好 目前幕后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 关于你不知道的 涂善存二三事 表示呢 今天会有许多 大家不知道 你的小故事 或小糗事 要来分享给大家 跟所有的听众 当然之前也没告诉 善存有哪一些人 要来爆他的料 善存有没有紧张 这个主题超级紧张的 我的天哪 我都不知道 会是谁出来讲一些 我不知道 我会听到什么的事情 好可怕 是哈 我们就先从 比较严肃一点点的来 我们就先请 长辈们先来 好不好 这个我特别邀请了 你在世新大学的教授 真的假的 也算是你的贵人 来 其实也不算爆料 你知道教授 不太会做爆料这种事情 我们先来听听 许安琪老师怎么说 我是世新大学公共关系 即广澳学系的老师 许安琪 那也是从大一 一直看着善存 一直到现在 他出道 那我发现 善存是一个 很孝顺的小孩 然后他当初 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有很多经纪人 要找他出道 但是呢 他都因为怕妈妈担心 担心荒废了学业 或者是收入不稳定 所以他就拒绝了 那后来 Vicky在大一的时候 看上他 那也经过了 妈妈和姨爹 很多的考验 那所以呢 后来Vicky也再三 跟妈妈和姨爹保证 他可以完成学业 那善存为了体贴 家人的心 所以他到大学毕业之后 才出道 那也很感谢Vicky 能够耐心的等待 然后善存也很有眼光 选中了这个 能够帮他 发光发亮的一个经纪人 我真的很感谢 现在Vicky能够带着善存 能够慢慢在这里 这个舞台上面 展现他最厉害的地方 那同时呢 我也要鼓励 年轻人要像善存一样 真的要慢慢来 不要急 也要找到一个 适合的经纪人 像许维奇 Vicky一样 我觉得这才是 在现在 冲刺网红的时代里面 真正怎么样 在这个产业里面 长期耕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典范 哇 那个 许安琪老师真的 也是善存的贵人 老师也是那个 尊尊教诲 提醒所有年轻人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怎么样 那个善存当年 其实也蛮多人 在找你的是不是 就是对你有兴趣 想要让你进到这个行业 哇 没有听到这个好感动 我天哪 竟然是安琪老师 跟我讲这么多话 那个时候其实 而且我觉得Vicky 姐是不是有塞500块 给安琪老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V姐是不会做 这种事情的啦 V姐她的就是 她天生就很照老师喜欢 对 因为毕竟V姐的 绰号是甜美为奇嘛 哈哈哈哈 对啊 但是要找到这个 就是和同的人 一起合作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那我觉得安琪老师 其实她 听说她也是就是 因为是学生嘛 对你们都是她的学生 所以变成是有人 要来找你们啦 或者是透过他们 想要多了解你们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很保护 她的学生们 就是也是会帮他们 过滤跟观察 对 因为我觉得 真的我出道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 就是安琪老师的帮忙 因为安琪老师 其实在我系上 是非常活泼 超可爱的角色 其实有点像 透透姐的感觉 就是因为 毕竟大学教授 通常是比较 有威严 严肃一点的 但安琪老师 比较不是这种类型 然后她很鼓励我们 大家多元的发展 但是同时 她还是会顾虑到 我们家人 跟我们自己的感受 所以那时候 就是我家人 还没有那么放心的时候 其实安琪老师 她也不会给我压力 她就说 我还是要先 就是站在家人的立场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 接受这件事情 之后才会比较顺利 对 是是是 对啊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经过安琪老师的过滤 讨护这个学生的安全 是因为Vicky姐的出现 对对对 善存接下来 给你听的这个录音 你也可能要紧张了一下 我们先来听听是谁 要来说说你 嗨 目前幕后偷偷看的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善存的长辈 我和大家聊聊 回顾一下 善存从小时候 到青少年的一些 生活的点滴 能够更真实的呈现 她的另一面 小时候的善存啊 很调皮 很好痛 不听话 常常惹妈妈生气 善存很不乖 所以我们另外 给她取了个小名 不乖 叫她小乖 小乖来 小乖去 叫着叫着 她就真的变乖了 原来啊 她爱上了篮球 把很多的精力 发泄到球场上 青少年时 她身上有一个篮球魂 梦想要成为一个篮球果走 因此她的长辈 担心她因为打球 而耽误了课业的学习 所以义务的在课后 知道她学习比较困难的数学 没想到善存竟然很仗义的 找来了球队中的三个兄弟 一起学习 而且持续了三年 到了要读高中时 善存准备推荐到拥有 HBL甲级篮球队员的明星高中 收山高中时 我们反对 阻断了她的篮球梦 更希望善存能够在成功高中 好好的学习读书 为此她没有违逆我们长辈的意思 那一晚 她埋头在被窝里痛哭 那是她非常伤心的一夜晚 哦对了 她还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在读成功高中时 她已经是篮球队的队长了 竟然能够留着小胡子 横行地走在校园里 大家可以问问她 是如何躲过通过教官的查核 与告诫的 在大学生活中 善存因缘机会地走入了演艺圈 虽然我们也反对 可是再也没有理由阻挡了 因为这是她的选择 每个人会因为追求梦想 实现梦想 而肯定了自我 并且在未来 展现属于自己的价值 希望她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越走越宽 不断地学习 前进 逐梦踏实 越来越好 把更好 更多元性的作品 献给乐听的大众 感谢大家 有了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是善存前进的最大动力 疫情期间 大家要做好防疫 一起加油 谢谢你们 平安 哇 善存 这是你的阿姨 对吧 这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 阿姨真的 其实你看 阿姨其实是 就是她一直很希望 就是你走这条路 然后是很有正能量的 可以带给年轻人 一些很正向的一些影响力 感觉上你的阿姨 对你其实也有很多的提醒 然后对你有很多的 尊尊教诲 那阿姨有说到 就是为什么你的小胡子 可以不要剃 其实是因为 我这个小胡子从 从来没剃过 所以其实我刚上国艺的时候 就已经几乎是一片的 因为那时候我妈跟我说 她怕我剃了之后 我每天都要开始剃 那她怕我会分歧 所以她就叫我不要剃 那也很神奇的是 没有剃她 她也没有长长 她就一直维持 一样的长度这样子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球队 所以学校都不会 会给我们一点空间 然后那时候高中上全工的时候 其实有一次 我有被主任教官就是抓到 他就叫我去教官室说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 然后叫我下个礼拜前要剃掉 然后我那时候就被教官说 我要赚学 还是有想想叛逆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胡子那时候跟我生的太久了 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心理准备好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也不知道剃掉之后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教官说我要转学 然后那时候刚好学务主任他 因为我常常我们可能会有奖项啊 或者是我常常去一队长要去报告 然后主任就很常跟我见面 然后他就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有跟我聊了一下 然后后来这件事情 主任教官就看到我会念我 可是就会给我一点空间 了解 对对对 那你刚才那个听到阿姨这样说 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跟阿姨说的吗 我其实很难得会跟家人 就是很深层的聊天 这也是我很少数 就是听到阿姨跟我讲这么深层的事情 我怕讲到想要哭 因为我觉得我整个人的人格发展跟个性 其实跟我的家人是很相关的 因为其实我是我妈妈带大的嘛 那宜嫦跟阿姨其实也算是我爸爸妈妈了 所以我比别人幸福啦 我有一个爸爸两个妈妈 对啊 他们就会从小呢 就是会希望我要走比较正道 就为人要正气那种感觉 然后希望我毕业之后赶快的能够把一个家撑起来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没有很希望我走演艺圈 因为他觉得这个相对不稳定 我阿姨那时候是希望我当公务员的啦 就是做铁饭碗的工作 但是他们之后都还是支持了你的梦想 让你可以来试试看 那当然我觉得有长辈啦 家人啦 然后在旁边帮助我们 可以看看哪里有什么地方 给我们多做一些提醒 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件还蛮幸福的事情 对不对 还有他们帮忙你看看你身边的人 或者帮忙过滤一些什么 也许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觉得哇被管了很多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尤其是长久看来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我们也要很感谢 就是有这么好的长辈跟前辈在旁边 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对吧 对没错没错 我觉得像我从仪仗身上学到最多的 就跟阿姨有提到 就是那时候仪仗教我数学 我把我三个队友都带去 然后仪仗一教就是教了三年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我从仪仗身上看到就是 他其实教我跟教三个 可能是辛苦一点 可是花出的力气 和他会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那种感觉就像是 我帮助别人对我来说是一点点 可是对被帮助的对象来说 是很多的 这是我觉得我从仪仗身上学到最多的 是是是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 多听听长辈的建议 其实都是很好的 因为年轻嘛 有时候都比较叛逆一点 但是长辈的建议 然后一定是有所本 然后有所原因的 我觉得对我们都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聊聊 我们先来听听这次你自己 就是创作的这首歌 这首歌属于你 待会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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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颁发空调类最佳省电 得奖的是台湾销售第一 真正省电王 Panasonic Panasonic空调 超越国家一级标准 70% 七连霸 业界省电第一 省电又省钱 7月底前买指定几种 现金回馈最高省8000 政府货物退税再省2000 掌声献给Panasonic空调 Panasonic 魔镜啊魔镜 我该怎么维持 弹性又活力的脸庞 我是太医生医集团 总院长黄仲丽医师 你的美丽不用握魔镜 台北台中高雄 博弈诊所最专业的团队 让你的美貌保持最佳状态 随时随地Q弹有自信哦 着重优质创新 多元发展 成立足球队 培育优秀的明日之星 让孩子到师弟大同 未来必定与众不同 请搜寻师弟大同高中 对工作讲究的你 也该用同样讲究的 FSK AT A-TAP 冰钻超强防晒膜 隔绝99%红外线 及99.8%紫外线 降低温度 防止玻璃飞散 提升安全性 FSK AT冰钻超强防晒膜 舒适空间完美打造 最高的断热film FSK 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嗯 上载咯 周一到周五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虚伪的 POP最正点 我是音乐食神厅主持人 Jerry 华为浩 疫情变化多端 待在家也是一种积极防疫 如果你担心自己 曾经接触到确诊个案 或你出现发烧 腹泻 味觉异常等相关症状 请医指示 就医或前往筛检 生活难免有挫折 POP Radio随时为你加油打气 相信一切都会 没事 不哭 不伤心 我是POP大王 娃娃威如萱 今天我们邀请 善纯来上节目 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 多知道关于善纯的一些小故事 刚才有善纯的大学教授 然后还有善纯的阿姨 来对善纯 一方面做一点小提醒 然后一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些小故事 这一段要来报一些善纯的事情 善纯就跟你平背了 稍微 OK OK 我可以反击了 你可以反击了 一听声音 你应该就会知道是谁了 我们先来听听安俊鹏的 大家好我是安俊鹏 关于善纯的小秘密 或是有没有什么要报他的料 我是真的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很乐意跟大家分享的 但我倒是有一个小故事 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那时候在 拍摄的日子 12月的某一天 然后那天天气很冷 然后还下着一点小雨 然后那时候我跟善纯 还有丽安三个人 在街道上 在户外拍一场户外的戏 然后是晚上 然后因为那天的戏服 我穿的衣服是一个衬衫 然后再加上 那个西装外套里面的那个小背景 但是没有西装外套 所以其实风这样吹我是蛮冷 再加上那时候我感冒 然后还有一点发烧 所以我就是 一直呈现一个很冷的状态 但因为那是一个街道的戏 然后就是边走路边讲话 所以我想说 大概应该一下子就可以拍完的话 不用用太多的时间 然后所以在换晶位的时候 我也不会说 那我要穿外套 因为我觉得 大家就赶快把这个拍完 就可以赶快结束 但是 我就是 一直在拿着我的 我就 我其实在我的背上 有贴一个暖暖包 因为其实真的 我有点冷 就 再加上感冒 但后来我就听到 扇船跑去跟那个 服装姐姐说 那你可以把俊鹏的外套 给俊鹏穿外套 那个因为俊鹏有感冒 然后会冷 这样子 我就旁边听到 但是我没有 他可能不知道我听到 但是我就听到这句话 然后听到的时候 当下觉得 天哪我好暖哦 我觉得赛存是一个 嗯 其实真的很贴心 然后也很照顾人的人 我是真的还蛮感动的 毕竟 我很久没有听到 这种话了 没有啦 对 这就是我分享的一个 让你扇船贴心的小故事 让我感觉很温暖 让我在12月的冬天 感受到温暖的一件事情 谢谢扇船 哇 扇船你要多关心一下俊鹏 好不好 他很久没接受到 那种关心 但其实说到扇船 其实很多人都 都会说你是暖男 对 这个是 我也不算是暖男啦 我就有时候 会看到大家需要什么 就帮忙一下 的感觉 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你的 你的个性 就是会顾到大家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帮大家盛东西啦 然后看到什么 就帮忙观察室 都希望所有人 都可以很舒服 很自在 我觉得这是你一个 很大的优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像在拍摄现场 因为俊鹏他也算是一个 就是他演出经验很丰富 然后很敬业的演员 所以他其实 那天身体状况 其实没有到太好 然后他是撑着在演的 然后他怕自己就是 一下要外套 然后一下马上要拍 一下要外套 这样子会让就是大家 花那个跑来跑去的时间 因为镜头其实 比我们有点距离 然后但是因为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俊鹏的身体 可能要更重要一点 因为我们后面 还好几天在拍摄 那如果俊鹏 把他自己身体超坏了 那他自己肯定也会很自责 所以我就去请 就是舒华组的姐姐 能不能就是可能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那颗镜头的最外面 是在哪里 因为我是进来的角色 所以我就请他 在我原本开始的位置等 所以他就不会入镜 然后就是这样子 会离俊鹏比较近一点 对 了解 尤其是像在拍戏 很多时候不是只有自己好 因为拍戏就是一个 集体的活动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最好的表现 才会呈现这个戏剧最好的状态 我们再来听听 也是你的拍戏的partner 我们来听听 家威要对你说些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家威 今天我要来爆料 善存的一些小故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在我们拍摄中间的时候 发生的事 那时候善存有一场戏 是要吃泡面 然后开拍的时候呢 他就吃一吃 不小心吃得太赶 他就呛到 然后他就瞬间喷出来 结果他不小心喷在 坐在他对面的工作人员的脸上 然后我们瞬间 所有现场的人笑翻一地 这件事情真的到现在 都还烙音在我脑海里面 因为现场真的太好笑了 让我没办法忘记 再来我想分享的这件事 也是我很佩服善存的一件事 因为在拍摄完之后 其实我们常常约一起出去玩桌游 那善存其实几乎都是游戏王 但是我发现 他在遇到他不懂的游戏的时候 其实他会很冷静 然后去思考 去研究 去学习这个新的事物 包括我之前在问他说 你怎么会画画还有吉他 他也跟我说 其实是他脑海里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兴趣 他就马上去执行 然后去研究 去学习这些新的事物 这点我真的真心的佩服他 因为他努力去学习 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 你看包括吉他画画 甚至在桌游都这么的认真 希望听完这些 你们又更了解他一些啰 拜拜 善存你看嘉薇说你对学习都很有兴趣 那他也好奇说你这个学了这么多东西 画画吉他 当然有一些是无师自通 就自己学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你目前还有什么东西是很想学的吗 我最近很想要学电吉他 学电吉他好啊帅啊 因为我很想要演 就是可能之后 说不定可以演到乐团的戏吧 那我觉得如果乐团然后电吉他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那我想要先学起来 我觉得会有帮助 说实在的我还蛮好奇 因为很多时候都感觉说 你好像都在为 可能不管是拍戏啦 或是你真的有兴趣的东西 在做一些准备跟去挑战 你自己对于你 人生的座右鸣是什么 人生的座右鸣 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 算是我的精神上的座右鸣吧 然后我还把它变成我 IG账号的缩写 叫做LISR 它原文是 爱是在别人的需要里 看见自己的责任 是来自德雷莎修女的一句话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句话 会是你的座右鸣呢 这句话的来源很特别 我好像是在高一的时候 在一个活动上面 抽小纸条抽到的 就我一打开就是这句话 那我也不知道 什么看到之后 我就很感动 我就觉得这句话 可以解决我很多 有时候的不理解啊 或者是难过的时候 这句话很有帮助 然后确实 因为人在生活当中 一定是你会遇到别人嘛 那有很多时候 都是要互相帮忙 那这句话就会让你的付出 是很纯粹的 让你很愿意去看到 别人的需要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向 跟善良的一些提醒 有没有 可能有时候看的 不一定只是自己 也是会看到别人的需求 跟别人的需要 我觉得这个跟你 一直以来的个性 还蛮符合的 我觉得 对 在冥冥之中 就抽到那张纸 对啊 我觉得对于 喜欢你的粉丝啦 或是什么 这句话 我觉得也可以送给他们 尤其是现在这个期间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理解心 就是让这个环境都更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听听跟你演戏上最 close的伙伴 我们来听听丽安要对你说什么 嗨大家好 我是陈丽安 我今天要来分享 善存的小故事 或小糗事 其实我对善存的印象当中 也没有什么小糗事啦 都挺正常的 那我记忆当中 有发现其实 他蛮常跟我们的灯光师的小朋友 或是有别家小朋友来玩的时候啊 他都会跟他们一起玩 我就发现他其实蛮爱小朋友的 就是没有同心的一个人 那硬要讲一个小糗事的话 他蛮常在拍戏过程中 一直跑厕所 各位 不要想太多 他就是为了刮胡子 因为我们家善存先生呢 就是 毛囊有点茂盛 所以 很常 就时不时 就要 去刮他的胡子 因为可能到了中午就 可能会长回来 所以 所以善存 不好意思 符合你那个小胡子的前头的呼应 你是怎样胡子长很快是不是 现在长超快的 因为以前我都其实还没有这么明显 都大概一天早上起来 出门前拍戏前刮就可以了 但这一次 近距离爱上 就是我必须要一天刮到两次或三次 其实我自己也吓到 觉得 怎么好像他最近越来越茂盛呢 火药度越来越高 他常常就会问我说 所以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厕所 对对对 然后他就摸 他摸一下自己 怎么会这样 怎么有人会像你那样 对对对 好哦 然后今天其实也很特别的就是 善存要来弹吉他 为我们弹唱 他要为我们选唱一首歌曲 你要唱哪首歌 我唱这一首是我最近刚练的 叫做我的爱人 然后刚好可以送给就是 像H4的其他三个人 因为我觉得我的爱人这首歌就是 他很讲当下 他也很把握我们相处的时光 好哦 那我们就来听听善存 这首我的爱人 好好紧张哦 那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聊 等到你白发苍苍的时候 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温柔 轻轻地把我带走到那一段时光 我们曾经拥有的 我们曾经拥有的 等到我一跤不齐的时候 在前一刻听到你说爱我 无论过多久我始终会 永远相信你都会在我左右 啊 我的爱人啊 能不能让此刻变成永恒啊 啊 我的爱人啊 希望你时时刻刻将我放心上 在繁忙的都市穿梭 每一个你都有不平凡的故事 随时为自己加点养分 生活多点温度 品味更有深度 每一个迷人的小日子 POP RADIO联播网和你在一起 羡慕国营事业的稳定生活吗 让百官网开启你的国营新人生 2020年百官网国营事业 超过百位学员上榜 国营事业专班强势开课 带你快速短冲上榜 真正国营事业的辅考专家 快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今天谁来玩玩音乐 当世界不断催促着你我 把生活放慢速度 我们不如开始练习等待 练习和自己相处 你好 我是魏妙如 邀请你本周日晚上十点 和我一起play music 认真洗手消毒 防疫还是少了一块拼图 因为你忘了 墙壁也会沾附病毒 立邦抗病毒净卫儿童期Pro 采用美国康宁同理子抗病毒技术 两小时内抑制99.9%新冠病毒 全面防疫 由立邦最给力 全台特立物热销周 你去做了医美吗 皮肤变得好好哦 我只是改用了南延堂洗面乳 干净清爽不干涩 现在自拍都觉得在发光 我也要 快搜寻南延堂氨基酸洗面乳 POP RADIO的听众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疫情紧风 大家辛苦了 但要再次提醒 只要一出门 就把口罩戴好 否则市政府可以依照 传染病黄志华开划 三千到一万五千元 希望大家维护好 自己和周遭朋友的安全 与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无论你在哪里 随时都可以点选 POP RADIO的线上收听 POP RADIO联播网 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是POP VIP 陈世恩 就一起在一起 好哦 频道那个 善存为我们吉他弹唱了 一小段歌曲 还蛮不错的 蛮有感觉的 这一段呢 继续要邀请你的好朋友 来报个料哦 我们先来听听张宣睿怎么说 哇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宣睿 我想要分享的是 关于善存非常可爱的故事 就是有一次呢 我们几个朋友 走在路上逛街 然后边走边聊天 突然善存就说 哎 我们要不要去喝KEF 然后 我们全部人想说 嗯 What is KEF 然后善存就很不以为然 就一直指着前面那个方向 就说 KEF啊 那间啊 有没有 KEF有没有看到那个招牌 KEF 然后我们全部人看过去 嗯 善存要说的是 咖啡啊 我都不知道 那个叫KEF 还是善存你觉得 那个是念Safe 所以同音你就念成KEF 哦 那就是善存要去 咖啡喝Coffee啊 所以我现在懂了 谢谢善存老师 就是修正了一下我 好险没有自我怀疑 我的英文能力 这是我要分享的 谢谢大家 张轩瑞是要讲你的英文不好 还是怎么样 我让你平反一下 这件事情我也被他们讲到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平反 因为其实我的英文能力 我要呈现一下 是不错的 是还不错的 因为我以前 呃 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都有一直在额外上英文课 但是我在大学中 开始那一上之后 我的对话能力会变弱一点 但是基本还是还不错 但是我自从犯了这些错误之后 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我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 呃 非常反指标的英文老师 哈哈哈哈 他们只要遇到英文字母 对 都会先问我 很烦 超烦的 OK OK 那个朋友间的一些小趣味 我们再来听听黄鸿轩怎么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鸿轩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 涂善存的什么呢 涂善存他有一个绰号 叫土土土 是我给他取的 因为善存这个人就是 包袱比较重 他比较轻 然后我希望这个绰号 可以开启他 可爱的这个开关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所以我就把他取叫土土土 那我跟善存日常 有很多很多 一起精进的事情 我们喜欢一起弹吉他 一起画画 一起出去旅游 善存是一个人品 跟性格都特别好 特别好的人 那 我是一个很挑剔朋友的人 虽然是自己说的 但是 善存在我这里 分数非常高 他真的绝对是一个 人品A家担当 所以 我很放心的 把他交给各位粉丝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 爱善存 长长久久 然后 希望 你们可以喜欢善存很久 然后也可以顺便喜欢我 拜拜 拜拜 好可爱 红仙说你很轻 你很轻吗 你是一个很轻的人吗 其实我是在这一两年开始 才有点解放自己 或者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式 因为我一直以来 就是可能家庭教育的关系 还有我在球队都是队长 所以我真的确实比较轻一点 那时候记得我小时候出去比赛 在捷运上 我的队友们都会去拉 那个捷运的手码当单岗 然后我都会叫 我会骂同届的 然后叫学弟罚站 然后大家就觉得 我是 到底在 就是干嘛这么严格 但我就是 那时候很守规矩 对啊 有时候其实 轻是因为责任感 或者是说 你观察四周 觉得要 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 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 如果说你很轻 那接下来 你会有更轻的事情 我们要邀请一个 嘉宾来上线 他要来爆料你 那你得要很轻了 欢迎Vicky姐 什么意思 是什么 Vicky姐 董董姐好 目前幕后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Vicky徐维奇 Vicky姐 刚才听到这么多人 爆料算存 当然也有一些 小糗事 有一些是蛮好的 小故事跟小习惯 那身为他的经纪人 那你当然得爆料 一个 善纯的 二三四小故事 来给大家 Vicky姐 说一个 我刚内心不断地在循环 我在想说 大家讲哪一个 我要讲一个 跟别人不一样的 好的 你要爆什么量 我先讲一个 可爱的好了 其实善纯是一个 很可爱 很贴心的男生 我记得有一年 就那一年 他要去当兵了 然后去当兵 那个时间 刚好会跨到我的生日 所以他就提早在当兵前 他就抱了一个很大的礼物 然后跟我约了时间 我就永远看到 为什么抱一个这么大东西来 结果呢 他是送给我一个 他的人形抱枕 然后他跟我说 OK 他作为一个 自己的人形抱枕送你 对 现在很珍贵哦 无一无二没有的 然后呢 他就说 当兵的时候 如果你想打人的话 你就打他 嗯 是不是很可爱 就是怕你到时候 这个脾气不好 没人可以骂 就那个把气出在他身上 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还po po到我的脸书上 然后大家还分分 回复我说 怎么会有人 做自己的抱枕送人啊 而且是一个偶像 我刚才脑中浮现的 也是这样子 请问谁会做 自己的人形抱枕 送给人家 当生日礼物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不过现在应该很多歌迷 想要跟你要这个抱枕 他们想要珍藏 没有办法 我要好好的收藏起来 真的哦 还有刚才说 是可爱的小故事 那还有什么不可爱的吗 也是可爱的啦 就是扇纯很怕蟑螂 但他怕蟑螂 真的吓掉我了 我第一次知道 他这么怕蟑螂 是我们那时候 去新加坡工作 然后结束的时候 大家一起去夜市吃饭 那夜市不就是 像牛喝水什么 就是点很多 不同摊子的东西 来吃 然后呢 我们就正在看菜的时候 突然就 我就看到一个人跳起来 然后呢 逃到大概100公尺之外 然后一直往我们 这个桌上看 然后露出一个 很惊慌的表情 原来是因为 他看到蟑螂 当下我 我其实是被他的动作 给吓到 想说怎么 有一个人突然跳起来 然后用一个 很快的速度 我就说那是一个 爆的速度 然后飞奔出去 然后后来 从此之后 我知道他真的怕蟑螂 然后以后 如果说经过那种 比较暗啊 然后比较黑的地方啊 水沟盖什么的 我都会先帮他看 有没有蟑螂 会提醒他 有蟑螂 好了 Vicky姐 你还蛮贴心的 你爆料了一个 扇神不怎么man的故事 哇 你就很难想象 长了一个 这么高大阳光的 大男生 会怕蟑螂 还好我不怕 OKOK 你保护他 你保护他 从你签了他开始 你就要 好好的保护他 Vicky姐 你看我们刚才 就是包含 安晴老师啦 或阿姨啦 其实他们都对于他 走这一行 当然有一些的过程 然后当然有一些期许 也表示说 当初你要签扇存的时候 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跟观考 那我想问你 在当初 不管是老师 就是觉得你可不可以 或者是他家里人 觉得你可不可以 那你是不是有 打退堂鼓的时候呢 就是啊 怎么签一个人 会这么麻烦 我带了这么多红的艺人 哇 每个人都想签给我 我现在要签个除扇存 竟然有这么多的困难 你有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吗 没有耶 从来没有 哎呦 从来没有 因为我觉得是 扇存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因为那时候 他们有因为家人的 不赞成就打退堂鼓 那我怎么可以 不坚持我的眼光 然后也是因为 对扇存家人的承诺 所以我就要 更加小心翼翼的 规划他的每一步 嗯 然后 我要继续讲吗 对 请你继续讲 然后在这么多年的相处当中 我看到扇存跟我有一致的目标 就是要在演艺圈成为金字塔顶端 而且是长久的男一号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很久 瞬间的流量 然后是把这个职业当中 一辈子的工作再热爱他 嗯 哇 然后扇存个性 沉得住气 然后他不照进 对新的事物都充满了高度的学习的热忱 所以那时候我就相信他一定可以 哇 诶 沉沉 有 有 沉沉你听到Vicky姐这样说 他对于你 当初他要签你 可能会有一些关卡要过 或者是一些 大家对他的这个 某种程度也是检视 对啊 你听到他这样说 你是不是还蛮感动的 超级感动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Vicky姐她本来就已经是 金字塔顶端的人了 她对我来说是 哎呦 大家都会说 她是天使下凡吧 因为姐为了带我 其实学会了超多东西 然后她有时候 每次出去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 我通常都习惯自己拿东西嘛 然后Vicky姐都会在 进工作场所前 就把我手上的东西全部抢走 我又很不好意思说 姐其实我可以拿 可是姐她希望我就是 风风光光 像一个艺人一样 然后就是 太多女生的 走进工作场所 对 是是 因为我觉得刚才 Vicky姐讲得很好 因为她对于你的 想法不是只是 瞬间的 或者是短时间的 她希望就是 当你决定要做 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可能一辈子可以 可以进行 可以推动的 她是你一个 一辈子热爱的东西 所以希望你是一个 她刚刚讲 长久的男一号 对不对 你要让她当螃蟹 跟着走 这是一个 双集目标 然后 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 就是 善存粉丝的留言 然后呢 就说他们现在也是 Vicky姐的粉丝 因为 她常常在po你的东西 他们也觉得说 觉得 Vicky姐很疼你 很愿意 投资艺人 那你们两个 合作了这么多年呢 Vicky姐 你对于善存呢 还有什么的规划 跟期许吗 对善存的规划 我觉得这些年来 善存做了很多的训练 也学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每一次 我给她的功课 都做得很好 然后她本身 也都有自己 默默的在学习 那目前的话 我是希望 每一部新的作品 都能够看到 善存不同的样貌 让她接触到 更多不同的角色 比方说流浪汉啊 搭人模 古装 还是拍剧 音乐剧 这些东西 以前都是 我想要做什么 我希望她做什么 那我希望未来 是我能够 善存 做她想做的 任何事情 哇 就是希望 可以帮助善存 做她想做的 任何事情 哇 善存 你有一个 很疼你的经纪人 真的 真的是 这太感动了 我果然是现在 我做的直听 挺的听 嗯 对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 其实是 就是还很有 你们是很有默契的 一个partner 我觉得就是 我也很看好 希望你们两个人 可以持续继续的 一直往前走 那 善存 现在经纪人 也在线上 好不好 你最近也出了歌 我想她对于你 应该不是只有 戏剧啦 广告啦 或是什么 她现在对于你 可能应该也有 很多关于歌手的期许 那她也在线上 你要不要为她 这个现场live 现唱一小段 或者是拿首歌曲给她呢 唱给Vicky姐 这太害羞了吧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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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唱 我知道了 她带着很多红的歌手 她会给你按 真的 真的 那我唱一首就是 比较可爱一点的 然后又符合时事 流行的 好的 热爱105度的你 这么可爱的歌 很适合她 好哦 看一下 超红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 热爱105度的你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我今天就这首歌 献给Vicky姐 我们待会回来 你有着冬天的侧脸 而我是炙热的夏天 划过天空的弧线 到彩虹的另一边 在七彩的面前 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你有着冬天的侧脸 而我是炙热的夏天 划过天空的弧线 到彩虹的另一边 在七彩的面前 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 是我的幸运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漂洋过海的泪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嗨 我是蔡之平 如果你问我要挑一首最有feel 最有意义的歌曲的话 我想想我会挑一九九一年 娃娃金志娟的《飘洋过海》来看你 那个时候我多么的年轻啊 很快的三十年过去了 两位金曲奖的歌后 艾依良与梁静如合作 搬唱了这首歌曲 他们要为跨国的同志婚姻来做声援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三十年可以让我不再年轻 但是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越来越温暖 越来越具有多元价值的包容 这是肯定的 陌生的城市 熟悉的教育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想要开戏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漫天风沙里 望着你远去 落尽悲伤的不能自己 多盼能送君千里 直到山穷尘尽 一生和你相依 大家好 我是陈宜君医师 疫苗保护力是指接种疫苗的人 与没有接种的人相比 减少了多少生病 重症或死亡的风险 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 都必须经过卫生主管机关确认安全性 与有效性 符合国际标准 并经由专家会议讨论 来定定接种对象及优先顺序 符合条件的接种民众 经医师评估后接种Covid-19疫苗 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健康 有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HELLO大家好 我是Eric周星哲 音乐家的态度 流行更有深度 听你的温度 听我的态度 917在一起 POP RADIO 青天雨天 每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圣城 你对于自己 你还有没有想要的 想要完成的目标 或者是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 其实还蛮跳跃的 就是我会常常的 突然对一件事情很有兴趣 那件事情可能是我自己 突然想到的 也有可能是Vicky姐她跟我讲 然后我们达成共识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条路上我虽然好像 看似学会很多东西 但很多过程都是 因为有Vicky姐在 所以我才会 有这个机会去学的 那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跟Vicky姐还是会保持 这样子的 对事情的热情 跟哪种活跃的程度 就是可能会 突然去学很多东西 然后希望可以有 很多不同的角色 让大家看到 了解 也很期待你 未来听说好像 也在准备新的戏剧了 也很期待你 下一部戏的表现 那Vicky姐 你对于善存呢 你看她 当然有前头是 你教导她比较多 然后当然现在你说 你想要去完成 她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对于她 你还有没有什么 要鼓励她的地方 我想跟善存说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然后也把我给你的功课 都认真的完成 你真的很棒 然后从第一眼看到你到现在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看错 我在当年就看到你的潜能 跟你的可能性 加上你的认真和付出 然后善良跟正直 也是我很看重的 我想很骄傲的跟你说 你做到了 哇哦 Vicky姐 你知道吗 听一段 我害羞 有 有羊羞 真的 很感人耶 对自己的艺人说这样子的话 而且她最近就是 出了单曲嘛 就是变成 就像我讲的 我今天访问的是歌手涂善存 创作歌手涂善存 那善存也出了创作单曲了 当然这个也是 你一直也想帮她完成的一个梦想 那你觉得呢 你还有更大的目标 譬如说现在单曲了 你会想要让她出专辑吗 这个我帮听众朋友 粉丝们问的 因为之前我看多的留言 都一直敲碗说 善存我们的出专辑 善存能不能出专辑 对 你有目标想要让她出专辑吗 当然想啊 善存私底下就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 只是大家先从演员认识她 那听过善存唱歌的人 都对她的歌声有肯定 那我期待也鼓励她有更多的创作 只要她有兴趣 有更多的进步 我觉得未来什么都有可能性 善存 现在要多多创作 多多写歌 不要只有一首好不好 要多写一些 有感觉就写 你的文字也很好 我觉得多写一些 然后不管你现在是要用吉他 或用什么样子的乐器 然后多去创作 我觉得 Vicky姐对你有很高的期许跟期望 说不定很快 我们就可以听到你的 可能不止单曲 说不定就是一张全创作专辑 好吗 会努力去做的 好的 OK 那今天我也很开心邀请善存跟Vicky姐 来到节目 然后一起听听善存的一些小故事 那主要也是让粉丝朋友 歌迷朋友 多认识善存 多一些私底下的她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让善存 用吉他自弹自唱 他的这首创作曲 这首歌属于你 用他最真挚 最真诚的歌声 然后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大家 那待会呢 就在善存的自弹自唱的歌声当中 先跟大家说拜拜 那也很开心 今天可以善存跟Vicky姐 来跟所有的粉丝 然后跟所有的 目前幕后收看的朋友们 一起聊聊天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谢谢透透姐 拜拜 谢谢大家 给你这首歌属于你 与你相遇的所有幸运 我所有人心叛逆 藏在你微笑嘴角里 对你我愿意 傻得可以 曾经 差一点就错过你 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 没有人能够代替 我的甜蜜只留给你 从今天起 有你每一个四季 你有着冬天的侧脸 而我是炙热的夏天 划过天空的弧线 到彩虹的另一边 在七彩的面前 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你有着冬天的侧脸 而我是炙热的夏天 划过天空的弧线 到彩虹的另一边 在七彩的面前 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 是我的幸运